先把步驟先寫上 程式再補上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那個命按鈕叫CommandButton1 當它被click的時候 就會去觸發這個Sup Sup就是一段程式 那做哪些事 一把資料新增到哪裡呢 新增到這個的最下面一列 那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知道我在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我前面不是有講過 就是游標你可以放在A2 Ctrl向下 那Ctrl向下追踪到之後的下一列 所以這個敘述的話還記得嗎 就是我們可以增加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踪 那追踪的那個儲存格在哪裡呢 在A2 比如說我A2的地方向下追踪 and 潛伽弧向下追踪 到的列 那但是那個列呢 並不是我要的那一列 而是在下面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抓到的是第八列了 有沒有第八列 然後呢 那我希望把什麼東西呢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放到哪裡呢 這個裡面的東西放這裡 那我前面前講過就是把後面的東西寫到前面去 所以特別注意你要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Test Box 1 如果你剛按照順序的話一定都是1234 除非你有改過了 如果沒有改過的話就 那我如果說要把 表單的東西丟到它 那我應該把這個先寫在前面 所以打一個什麼Sales Sales哪一列呢 R列 就第八列 逗點 放哪一欄呢 我放A欄 放什麼東西呢 就是放剛剛那個Test Box 1裡面的文字 特別說因為它是文字方塊 所以它會有個屬性叫Test 這樣就OK了 這個意思就是把那個表單裡面的第一個文字方塊 之後幫我搬到那邊去 複製啦 所以這個等號應該是複製的 所以複製啦 把東西複製過去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怎樣 123 因為有四個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改成2 3 4 對不對 放在哪一個呢 放在A B C D OK 好 這樣子第一步就完成 其實你可以測試一下 看能不能丟過來 所以呢這邊可以放AA Enter 隨便輸入一點資料 然後按一下新增 看能不能過來 過來了 有沒有 第一步完成 但是呢我們還缺什麼 缺後面 平均成績 跟這兩個 那可是問題是要怎麼做 當然程式還沒寫完 所以再點它兩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自動帶出平均 那怎麼平均 基本上的話呢我們可以把什麼 前面這三個的資料 但最好有一個Average 不過Average在這邊好像 VBA裡面沒有Average 的這個函數 所以呢我們假設要丟到Sales 1欄 可以這邊 那這邊的話就打一個1好了 改個1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我的前面的三個儲存格 那我當然這邊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Average 你打個VBA點 點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VBA點 意思是說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有這一些 但裡面沒有Average 所以就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我就是乾脆把它們相加之後 再除以3 OK 那我資料可以用BCD 或者是TestBox的2、3、4都可以 我看 好像程式裡面是寫哪一個 我好像是用那個 我雲端上面這邊啟動表單之後 我是用那個TestBox 2、3、4裡面相加 那特別注意喔 相加 我前面有做一件事 就是CRNT 這個CRNT指的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的是文字 那我要相加的話 如果你沒有先轉成數字的話 它會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當然結果就不對啦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邊程式應該 假設我們什麼 把這個有沒有 加上這個 就是2、3、4 那這邊改一下 就是相加之後呢 把它除以多少 把它除以3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相加 除以3 那理論上看起來好像OK啦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帶BBB好了 隨便 輸入一個資料 看起來OK 但是你把它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 它怎麼變這麼多 因為它是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你這邊可能就是要在這個 前面再補一個轉換成 轉換成數字的一個函數 CRNT指的是轉型 那轉型之後的話呢 再來做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轉型的話就是 在前面補一個CRNT 在後面再補一個後瓜 所以這樣的轉型之後 才會是正確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再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特別是喔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可以用RUN的函數 VBA裡面有沒有RUN的函數 其實你可以打一個VBA 點 看有沒有RUN的 以色列裡面有 RO 你會發現有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RUN的 RUN的錢瓜糊 然後呢 移到最後面去 加上什麼 豆點 第一位就可以了 那這個RUN的應該知道吧 以色列裡面也有 就是 四色無路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OK 程式就寫完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 完成輸出那個平均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合格不合格 那合格不合格的話 前面我們有做過一個 Sales這個F F欄裡面 等於什麼呢 當然你前面我們有寫過一個叫 一個Function 那各位記得成績函數對不對 還有成績多重函數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表單裡面 引用什麼 引用這個成績 那麼有所謂的 最詳細的 就是 我可以是 這裹的 有成績 是 剛好 你 有